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张大千和李秋军 真正爱上一个人 便容不得半点亵渎 有一句台词 喜欢就会放肆 但爱就是克制 有过这样一位人物 张大千 他是真正的国画大师 曾被徐志摩誉为 五百年来第一人 可他也是名副其实的 风流才子 可偏偏却有这么一个人 让他想娶而不能娶 想爱而不敢爱 想望而不能望 这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女子 便是李秋军 读了张大千 与李秋军的故事才知道 真正爱一个人 不一定要占有他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 让他幸福 真正爱一个人 便容不得半点亵渎 因为爱人的眼睛里 是一片澄澈的汪洋大海 恨不相逢 未娶时 爱容不得半点亵渎 二十世纪初 二十出头的张大千 拼搏于上海画界 他仿得名人画作 以假乱真 就连行家也难辨真伪 其中一个被他糊弄的 就是宁波富商 李茂昌 可是 李茂昌有一个 慧眼如炬的女儿 名叫李秋军 从小热衷画画 他见父亲花五十大洋 买来了一幅名作 竟一眼就认出 这是一幅假画 李秋军笑着对父亲说 这画虽是假的 但仿这幅画的人 天分极高 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听了女儿的话 李茂昌开始对这位高人 产生了兴趣 他派人暗自调查 终于得以见到了 画作的作者 张大千 于是 张大千与李茂昌 变成了好友 李茂昌见张大千年少有为 有风流倜傥 便有意介绍女儿和他认识 并安排张大千住进自己家 同在李家的日子 大概是这对碧人人生中 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美好时光 他们每日一同赏画 作画 一同交换绘画的心得 除了分室而眠之外 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张大千 倾慕于李秋军的风华绝代 李秋军也对才华横溢的 张大千 芳心暗许 爱情的种子不知不觉 在两个人心中悄悄种下 可张大千从来不敢对 李秋军轻许承诺 原来张大千早年接受母亲安排 已经娶了一门亲事 他和妻子虽然谈不上两情相悦 但这些年来 妻子操持家务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出于男人的责任 张大千不可能休妻再去 令张大千没有想到的是 这时候的李秋军爱他至深 甚至连名分都可以不计较 一次 李秋军见张大千再给妻子写信 便试探地问 古人都说 奇人之福 你现在已有了贤妻 若是能再收一个大小姐做妾 岂不是更有福分 李秋军话中的言外之意 张大千怎会不懂 他不是不动心 只是不忍心 在张大千心中 李秋军那样优雅 那样高贵 若是让他屈居妾位 那才是对他最大的亵渎 于是张大千扑通一声 向李秋军跪下说 三妹 我一生的红颜知己 唯你一人 可是 我绝不能拿你做妾 让你受辱 希望你今后密得良人 终得幸福 从今往后 你是我永远的三妹 我是你永远的八哥 张大千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这一生 他辜负过太多的女人 唯独对李秋军 他从不敢有半分亵渎 张大千曾说 我与李秋军 绝无半点愉悦本分的事 就连一句失忆的玩笑 都从来没有说过 他就像李秋军的兄长一般 不愿占有 只愿给他最周全的守护 有人说 喜欢花的人会去摘花 但真正爱花的人 却会去娇花 原来 真正深入骨子里的爱 容不得半分亵渎 因为爱你 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 包括你 只愿君心 生女儿过继给他做养女 成全他做母亲的梦想 而李秋军 而李秋军也视他们为亲生骨肉 尽心教育 张大千 张大千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时常云游四海 妻子不理解他 可李秋军却懂他的想法 他知道张大千心里一直向往着敦煌 便常常鼓励他前往 而他则在家里为他代选门徒 张了些细碎的琐事 让张大千能毫无后顾之忧地追逐心中的梦想 而张大千无论身处何处 也时刻不忘李秋军 他每到一个国家都要收集那里的一点泥土 然后装在信封里写上三妹亲斩 他虽浪迹天涯 却从来不曾与李秋军断过联系 只要在艺术上有些许感受 他都会写成文字 用一封书信传送给千里之外的李秋军 时光仍然 光阴似箭 就这样 李秋军与张大千相依相伴了四十年 他们虽不是夫妻 却是灵魂上最合拍的伴侣 他们虽然天各一方 但两颗心却靠得很近很近 读过张大千和李秋军的故事才知道 人世间有一种最爱叫做成全 爱一个人 不是为了将他留在身边 而折断他的翅膀 而是给予他自由和力量 送他去飞翔 爱一个人 不是让他在感情里 越来越狭窄闭塞 而是无条件尊重他的选择 成全他的野心 支持他的梦想 多情公子空千念 爱便是惦记与牵挂 岁月如梭 转眼之间 李秋军已是年过半百 在他五十岁寿臣时 张大千带着妻子专程从成都来到上海 为李秋军庆贺寿臣 寿庆宴会上 二人当场合作了一幅高山流水图 高山流水 欲知音 化作背后的深意 不言而喻 之后 他们又一同到上海的静安公墓 看定授学 互写墓碑 约定百年之后要临学而葬 那时的张大千 已经患上了糖尿病 分别之时 李秋军千叮宁万嘱咐 劝他要注意饮食 还亲手写了菜谱 交给张大千的妻子 可谁想到 这一别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从此往后 两个人天各一方 再无缘相见 晚年的李秋军 疾病缠身 张大千不能前去探望 却一刻也放不下这份千念 他在给李秋军的信中写道 三妹 听说你最近缠绵病塌 我心如刀割 人生最大汉史 为生不能同求 而死不能同学 我一生 曾蒙无数红颜厚爱 然与三妹相比 六宫粉带 无不黯然失色 恨海峡相隔 正是家在西南 常坐东南别 沉辣台痕 梦里情啊 只可惜 让张大千 魂牵梦赢了一辈子的李秋军 终究还是早一步离他而去 李秋军去世时 张大千正在香港办画展 听到噩耗 张大千老泪纵横 几天几夜 滴水未尽 都说 人去万事空 可即便李秋军去世多年 张大千也始终无法将他放下 闲暇之时 身边的弟子 常听他念叨着 三妹一个人呢 弟子们都知道 对于师父而言 李秋军就是那一生难以忘怀的白月光 虽然原浅奈何情深 有人说 这世间有一种深爱 叫彼此牵挂 却不敢纠缠 在张大千的心中 李秋军便是爱之不得 弃之不舍的人 爱有多长 这份牵挂与惦记 就有多长 生死茫茫 只要爱还在 便是不思量 自难忘 柴静曾在看见一书中说 爱情应该是一个灵魂 对另一个灵魂的态度 而不是一个器官 对另一个器官的反应 对于风流成性 榴莲花丛的张大千来说 李秋军是他一生中最珍视 最不敢亵渎的维纳斯 他和他情投意合 心有灵犀 但却一辈子发乎情 只乎礼 如果说人生最珍贵的 是得不到 何以失去 那么张大千与李秋军的爱而不得 何尝不是这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没有开始 便能永远保持出见识的美好 没有承诺便永远不会被辜负 读过张大千与李秋军的故事才知道 原来这世上还有另一种深情 无关风月 不问朝夕 只求心心相应 原来这世上还有另一种刻骨铭心 不必山盟海事 不必生死相依 而是彼此成全 彼此珍惜